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 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 战火纷繁 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 朝代更迭 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 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 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六方套瓶 是一件从国外回流的文物 非常珍贵 我们都知道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是大批珍宝流失海外 多年来流散文物的回归 一直牵动着中国人的心 这件六方套瓶就是其中的一件 它能够回归祖国实属幸运 然而它的回归却是历经艰辛 2000年4月的香港 正值阳春时节 风和日历 在香港古董街上 店铺林立 路人行色匆匆 一个外国人快步走进一幢二层小楼 七拐八拐地进了一个房间 一位老者坐在桌前正等着他的到来 老人递给他一些资料 郑重地说 经过多位专家验证 却为真品无疑 外国人脸上立刻露出欣喜的神色 老人继续说 两天前一个中国人也来打听过这件东西 似乎他也很有兴趣啊 外国人皱了皱眉头 笃定地说 这个东西我们要定了 接下来的几天 外国人频繁出入香港苏富比拍卖行 目的就是为了他口中志在必得的东西 这件东西就是名为乾隆粉彩六方套屏的中国瓷器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北京 位于北京琉璃厂东街的北京市文物公司会议室里 人来人往 著名文物鉴定专家也是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的勤工 正和大家热烈讨论 桌子上摆放着苏富比拍卖图露 展示着一件精美的瓷器 也是乾隆粉彩六方套屏 资料显示 六方套屏 屏高40.6厘米 主体为酱褐色幼彩 口足布施以金幼 用金银双色和红黄彩等勾会蝉枝花卉 胶叶等文式 镂空开窗处是粉彩西翻脸 佛首 寿桃等文式 内瓶会有青花蝉枝花卉纹 整件器物即粉彩 发廊彩 镂空等多种工艺于一身 看上去雍容华贵 从香港到北京 从外国买家到中国专家 大家共同关注着这件六方套屏 因为它马上就要在香港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了 中国的专家们经过前期多方考察 也确认了拍品为真品 它不但公益精美 而且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因为它是一件珍贵的圆明园流散文物 关于六方套屏的故事 还要从中国清朝乾隆年间讲起 清朝乾隆八年 也就是公元1743年的一天 乾隆皇帝正在皇家园林圆明园里巡视赏玩 巡视之后 乾隆觉得园子虽好 陈设还是少 于是他向景德镇玉瑶厂的唐英下旨 再烧一批瓷器专攻圆明园陈设 这位唐英不是一般人 他16岁便在皇宫养心殿任职 被雍正皇帝上市 安排在造办处负责设计画样 雍正六年 唐英被派往景德镇玉瑶厂监制瓷器 这一待就是三十年 直到乾隆时期 唐英仍是景德镇的督陶官 深受乾隆的信任和赏识 唐英知道 乾隆皇帝的艺术造诣高 对瓷器工艺的要求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此时景德镇官瑶瓷器的生产已经非常繁盛 青花 幼礼红 粉彩 发廊彩 季红 豆青 应有尽有 在瓷器的纹饰和幼色上 追求百般红紫闹芳菲的效果 风格繁密精细 而且在传统品种基础上不断进步 既有仿古的产品 又有受西方影响的品种 大量新品不断闷逝 究竟怎样才能推尘出心 让皇帝眼前一亮呢 自从唐英接到旨意后 就没吃过一顿踏实饭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不断研究着以前的瓷器设计图纸 苦心分析 唐英想 乾隆皇帝是个大胆求心的人 工艺技术上肯定是越难越好 其实他早就想到 要设计一种加层的瓷器 也就是说有内外两层 外层瓷器采用雕花镂空的技法 透过空隙 还可以欣赏到内层瓷器上的纹饰 这种双层雕花镂空的瓷器 非常特别 但是因为烧制难度太大 唐英有这种想法 却一直不敢尝试 这次他决定试一试 很快 唐英设计了九种 加层玲珑胶态平样式 其中包括 焚彩六方套屏 唐英将新品的设计稿 呈给乾隆 乾隆皇帝果然十分欣喜 令唐英加紧烧制 据《金工档案》记载 乾隆焚彩六方套屏的 试制过程十分复杂 六方套屏的制作有三难 由于此瓶是六方形 不能直接拉披 成形极为困难 这是一难 瓷瓶镂空雕刻后的瓷胎 由于硬力改变 烧制中极易变形 此为二难 此瓶为内青花外坟彩套瓶 即镂空瓶中再套一瓶 需两次鹿窑烧成 成品率极低 此为三难 在唐英的不懈努力下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宝瓶最后终于试制成功 焚采六方套屏的烧制成功 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 他将六方套屏陈列在圆明园中 然而 1860年 英法联军的入侵 让六方套屏在内的许多国宝 历经磨难 相传 这件六方套屏流失海外后 辗转多位买家 最终出现在拍卖会上 中国的专家们一致强调 一定要尽全力 促使六方套屏回归祖国 以秦宫为首的工作小组 首先提出 根据有关国际法 应该将六方套屏 无条件归还中国 为此 中国国家文物局 正式向苏富比拍卖行 发出停止拍卖的通知 文物局的有关负责人指出 乾隆焚采六方套屏 是英法联军在侵略中国时 获得的文物 属于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 早在1995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一个 现代国际法原则 任何由于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 都应归还 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这一原则 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接到中国国家文物局的通知 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十分紧张 他们表示没想到事态这么严重 愿意尽量做卖家的工作 然而拍卖行与卖家交涉许久 却突然发表了一份令人失望的声明 声明说 由于六方套屏的拍卖地点在香港 而香港没有参加有关的国际公约 所以拍卖活动并不会受到限制 他们将继续拍卖乾隆粉彩六方套屏 听到这个消息 远在北京的秦宫 立刻联系有关领导和专家 紧急磋商 2000年4月30日 北京文物公司会议室的灯光亮了一夜 一场筹划收回乾隆粉彩六方套屏的会议 正在举行 最后秦宫拍案而起 看来只能在拍卖会上一较高下了 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绝不能让乾隆粉彩六方套屏 再度流失海外 会议决定 北京市文物公司参加竞拍 通过经济手段 购回流失的六方套屏 经过慎重研究决定 秦宫在北京坐镇指挥 派代表前往香港参加竞拍 2000年5月2日下午 香港苏富比拍卖大厅坐无虚席 气氛紧张 国宝六方套屏的拍卖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下午2点20分 拍卖序列号为639号的乾隆粉彩六方套屏 以420万港元起价拍卖 坐在第一排的中国代表迅速举牌 他一边打手机 一边频繁举牌子 与此同时坐在后面的外国人步步紧跟 也是一副有备而来的样子 两个人一路不相上下 很快价格攀升到了1000万港元 举牌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价格升到每50万较价一次 终于在拍卖师第44次较价时 卖国人摇了摇头 犹豫不决 随着321的倒计时 拍卖师一锤定音 最终 中国代表以1900万港元的价格 买下了这件西式国宝 秦宫在北京用手机遥控前方代表竞买 竞买成功后 秦宫的嗓子都喊哑了 最终 六方套屏成功回归祖国 秦宫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 国宝回归就事情本身而言 无疑是值得庆贺的 但是只有无常地追索回归 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尊严 一对看似寻常的葡萄文碑 有着怎样独特的价值 它们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它们的主人又有着怎样特殊的身份 下期国宝档案将为您带来 首都博物馆镇馆之宝 明成画豆彩葡萄文碑 明镇有点点栏目